四神分别为预言家女巫骑士首位 然后四个普通孙明牌 重点讲一下骑士这张牌吧 骑士这张牌是就在白天发言阶段 可以翻牌与一名玩家决斗 如果他决斗的玩家是好人的话 那么骑士出局游戏继续 如果决斗的玩家是狼人的话 那狼人出局然后直接进入天黑 这个是骑士的用法 那骑士被女巫毒掉仍然是不可以翻牌的 所以夜晚法官会唤醒骑士 骑士告知骑士翻牌的状态 因为有时候骑士会在井上翻牌发动机 如果它是被女巫毒掉的话 井上也是不可以带走人的 不可以决斗人的 那我们先来压筹码吧 来由一号玩家开始 一号玩家压毕 五枚二号玩家 五枚三号玩家 五枚四号玩家 一枚 五枚五号玩家 五枚四号玩家压住五枚对吗 好四号玩家五枚 五号玩家五枚 六号玩家 十一枚 不能就上线五枚 他有十一枚吗 上法都输了 六号玩家 一到五都是五枚 六号玩家是五枚吗 五枚 五枚七号玩家 五枚八号玩家 五枚九号玩家 五枚 五枚十号玩家 一枚 一枚十一号玩家 五枚十二号玩家 五枚 五枚好 所有玩家压毕丸 来发一下 一枚十三枚 五枚十一号玩家 七枚十一号玩家 一枚十一号玩家 五枚一枚十七枚十二号玩家 死亡信息之后才可以翻牌 然后前面就是在井上的阶段 晚上我会唤醒骑士 告知那个翻牌状态 井上可以骑 然后我会告知你的翻牌状态 因为被女巫读掉是不可以骑的 那之后的话就需要我报了死亡信息 你才能翻牌 不然万一你直接天上就翻牌了 然后我告诉你死了的话 那就场外了 所以要等我说完死亡信息之后 我没听懂 就是其实要看状态 不看猎人 发言这段是随时可以决斗的 哎呀老师这局不看牌 我只是想干净 投石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个右下方的 投石微博 我们JYCAP的官方微博 好可以吗 好请所有玩家确认好身份牌 天黑请闭 好 好了 哈喽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说要拉一个女法官过来 嗯 拉过来了 来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宁宁 完了 最近有点感冒 所有的声音可能有点变了 对他是我们舞蹈口的法官 宁宁 宁静的宁 对吧 然后呢就是讲 这一把呢是预言家 女巫 猎人 骑士 因为 因为我 因为 大幕太脏了 大幕太脏了 只能说 骑谁骑谁 我都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骑歪哥呀 骑谁 我是宁静 我有点感冒了 最近 然后声音是有点变化 是吗 你们这么多恋爱的 你们要来 来电力啊 对吗 来电力看一下嘛 是不是 刚看 光看屏幕有什么感觉呢 是不是 石屹 啊 你 哎 你现在怎么这么宁静啊 是被弹幕喷的吗 喷怕了 喷头不敢说话了 对吗 不敢说话 没必要 没必要 我觉得就是总结起来 就 你的字 他们俩 对吗 为什么啊 我们俩骑士 你是公主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哎 我们俩骑士守护着你是吧 那你想太多了 好吗 那想太多了 就是你们打这个板子 遇见过 哎 石屹说句话 沾个嘴 来 来 雅宇 来 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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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要 就是 太做作了 敬严长老敬严了 本局是冤家女巫猎人骑士吗 对吧 你觉得这一局打 上一把的MVP是七号 对吗 是歪格 歪格强势 你们这话是说我吃醋的时候 吃醋 其实比赛的 其实比赛的话 规则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对 我其实是想给大家多一点 就是能够发挥脑洞的一些娱乐 对吧 就是看俊男 亮举去说话 我一个丑逼在这里 有你在才能显示出我们两个吗 他是绿叶 对吗 我们两个是绿叶 你是红花 对吗 就上一把那个MVP是给到了歪格 就是歪格打确实挺厉害的 对吗 最后 对 最后 被查杀呀 跳枪神被查杀 就是没出局 然后就拿了MVP 抗推了渔家 对吗 命中了女巫白痴 然后直接就 对 幸亏那个渔家还是去验了那个四 对吗 要是验了那个十二 对吗 他的金水 他的 对 对 金水混 就他如果验了十二 就是他的金水混了他的查杀 对吗 这一局就是拿头影 拿头都赢不了 对 怎么也赢不了了 情侣装没有吧 不是情侣装吧 只是颜色相近而已 不是情侣 大家可以来找他 好吧 大家可以来找他 我已经不说话了 是你们逼着我 这个板子 其实讲道理的话 就是 其实很多板子 单身狗 单身狗 我们要回现场 好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场 进去警长 请在我到时候按灯 三 二 一 请按灯 好 除 除九号玩家外 其余玩家全部上井 游戏时间 零八分 由八号玩家开始发言 这个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这个终于回归平凡 不是什么神分牌了 然后 这个上一局被这个72两个老流氓支配的阴影 历历在目 有点恐惧 没办法 到这也准 卡了这个女巫牌 堵了一张白石牌 咱们就已经交牌了 加上我发言也不是太好 忘掉曾经的阴影 初心开始新的一局 但其实这一局我感觉我现在就感觉其实是内心中有很多惶恐的 因为拿一张普通村民牌 嗯 其实啊不对 我是怎么想说 想说这句话的 就在游戏开始之前 我拿了一张牌 普通村民牌 我内心中 想了两件事 第一是 感觉有不好的预感要数 第二是 还有一丝小庆幸 小庆幸点是什么呢 因为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所以说 扣分点只有这个投票什么的 就不会说是哪个女巫啊 什么读错人啊 什么的 所以说就觉得 可能应该分扣的不是太多 不落粉 不落粉 错了 错了 这个 景上第一个也没有什么可聊的 我只是觉得 打打酒吧 没啥可干的是吧 打打酒 毕竟景下为一张牌 我觉得 一会儿总归 得好好聊一下 为什么这个 就你一张牌 然后我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我希望这一局的话 你别老笑 笑啥呀 我现在都害怕你了 这局我想 就是重点关注一下 七号的身份 因为我想 想赢 想看看这个坐标打法 能不能打出来 看看能不能 认准 七号是个好人牌 我希望的话 一会儿在后这位 起套的预言家 我要是能分清 那个真预言家 他 他艳艳这个起 或者第一天 你要能发起一个 金水啥的 我也挺开心 一会儿 我觉得 我刚才这段发言 后这位一定有狼说 你这个 最后这两段发言 怎么这么奇怪 没有 完全身为一个普通村民的 真实想赢的内心想法 我只是想 把内心状态表达出来 希望 希望能被认可吧 然后特别 特别感谢 不知道谁给我点了一瓶 这个什么 师生酒 点了一瓶 B52 点了两瓶 Tekila 两杯Tekila 我姑妹 我这个四杯酒喝完了 你不是说 我基本就凉在这了 我 但我谢谢你 我估计我喝不了 可能要辜负你的这个 好心 好心了 这个我过了 谢谢 谢谢 10号玩家请发言 我先把我预言家该干的事情说完 我再去聊这个题 等一下 1号玩家 1号玩家 白狼王自爆 可以发动技能 带走10号玩家 1号玩家 白狼王 自爆带走10号玩家 昨晚 平安夜 昨晚平安夜 直接进入黑夜 天黑请闭眼 再一句话没输 我先把我该干的事情干完 再去聊别的事情 这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说10号玩具枪太年轻了 太厉害了 这个板子上来就说几金水 他说 对 警惠流谁是谁 几金水谁是谁 对 或者茶上谁是谁 七金水 极极顺宴 对吗 就这种包 对 就这种包 还炸卖吗 滴滴带跳 滴滴带跳 这个宁宁讲到滴滴带跳了 可能大家不太 就给大家 就是我们JYC最近一个特别 特别流行的打法 滴滴带跳 就是渝言家不跳 然后后置为一张好人牌 替渝言家跳 这就叫做滴滴带跳 然后金水会起跳 滴一张牌是好人牌 然后就发另外一张人 一张金水牌 渝言家看到自己的金水起跳 一般会递话 然后就不会起跳 其实呢 说是滴滴带跳 其实这个打法很惨 很惨 很惨 帮狼带跳 一张狼人牌在那位 给个好人递话 好人帮狼跳 好人 就像之前就有过 像在一桩的时候 曾经是羊驼这么 他当时 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 一个叫做炮哥的 就拿骑士 常年 常年没 没骑过狼的 全骑好人 他拿骑士就骑死自己 有一次 炮哥是个愈言家 然后羊驼在那 跟炮哥紧没弄言 就各种紧没弄言 不是 然后到时候 羊驼就叫 我是个愈言家 我昨天验的那个 你是张金水 然后怎么怎么的 然后晚上一下 就把炮哥给砍死了 不是 那个金水其实还好 你知道我见过 最憋屈的骑士什么吗 验尸骑士 你知道谁还有验尸骑士吗 骑士吗 守到了女巫 女巫毒了那个狼 然后骑士又与那个狼决斗了 验尸骑士 骑了一个被女巫毒掉的狼 很多人都问我说 有没有男朋友 你们这个人问得好 怎么这个十号玩家 跑到我们这儿吃蛋糕了 那个十号玩家 那个十号玩家采访你一下 你说刚刚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知道刚刚其实在干嘛吗 我在听话言 骑把他牌拿上来 他不知道 骑士要翻牌 还是知道他吓唬我 我先把自己该干的事情 干完我再去聊别的 然后 然后该干的事情也没有干完 十号玩家别吃了 都说你很胖了 还来吃 我不是愿家 我是一刚守卫的 是吧 很难受 真的 我觉得好人走远了 好人走远了 好人走远了 你是个守卫 你是个守卫 那更得输呀 那个守卫想跟我们带跳是吧 对啊 因为我找到愿家了 你觉得谁像愿家呀 你是个愿家 是吗 对对对 我没找错 我看了板子 你应该是个愿家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愿家 但我觉得你应该要吃刀了 那其实你的守卫也不应该跳 接下来看骑士的守卫了 对 我看一下现场吧 白狼王守卫蛮快的了 已经 他们都不信 继续竞选警长 退水玩家请灭灯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依旧在警上的玩家有 三号 五号 六号 十二号 请警下的九号玩家开始投票 慢举无效 三 二 一 请投票 九号玩家投票给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当选警长 请其余玩家灭下灯 好 昨晚 七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请警长选择六号或八号发言 六号玩家请发言 吃完再说话 这是一种礼貌 不要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干嘛 为什么让我六号玩家先发言呢 哎 我这想看这八号玩家 你不会觉得八号玩家像个好人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我就听他说 我就有一种 寒毛竖起来那种坐坐感 顶上我就感觉出来了 因为他顶上发言让我觉得其实个好人 因为你的发言里面默认了好像其实个好人的感觉 对不对 我是好人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 因为我不太明白这个九号玩家是怎么能在 我不退水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 我在井上我不退水 就是因为我是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 我肯定没有选择 也不会去给无条件 给未知身份的人去退水 因为十大概就会是个原家了 因为十被爆完的那个反应 很难是一张挡刀的牌 在我心里面 所以我现在就很吃惊 九号玩家呢 我想听九号玩家的发言 你是怎么能给这个三上票呢 毕竟五在井上 十二在井上 六也在井上 对吗 而且三这个发言顺序 不满意 好吗 怎么办呢 我想一想 这样吧 我直接把身份跳了 我是一张浦东村名牌 浦东村名牌 我觉得我现在就会把身份跳了 这样你抗对我 你心里就压力就小一点 对不对 哇 不叫身份 当时这个六发言怪怪的 把他推了 他又是个神什么的 你不要担心 我是个浦东村名 我只是认为 不太啊 现在这位真不知道怎么聊 没什么好聊的 我就是觉得井上八听着怪怪的 但是不好定啊 不好定 暂时还不好定 对不对 还得听两个发言 要不然我现在就把你定死了 多不合适啊 对不对 你这个人是最不值得保的一张牌 但是不能把你直接打死的一张牌 就谁保他 谁会有阴影 我现在比较想听的是三九两个玩家的发言 三和九 说不定可能会存在这个捆绑关系 毕竟他还让这个九后之类发言呢 我是他的话 因为我是个好人啊 这个井会飞到我头上 我一定会想 这个人凭什么给我头 不给其他人头 我想听他上票的信用历程 我可能会惊讶 因为让九皇玩家先之类发言 这是我作为一个好人的 一个公正的思想 其他的话就听听五十二百 五十二也是跟我一样选择的 对吧 我得听听看 他们是怎样的原因 去选择刚在井上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好处的 因为井上很多人没发言 十一没发言 后之类的井上全都没发言 就一个井在井下 好吧 就这样过了吧 没什么太多好聊的 其实比较尬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你尬这段 我觉得发言顺序有点反了 你要先聊这块 再犹豫吧 还好 那你为什么先犹豫半天 然后才开始尬聊啊 你先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不退水 然后说着说着没话了 然后尬一会儿也就算了 你先在那儿停着 像是有很多话要讲 然后又没话讲了 所以 你身份我觉得不太好 因为你又不像我 我不退水 确实是因为没什么话可说 你是有话要说 我只想说 就是聊嗨了以后吧 忘 忘上局这事 自己玩着玩着玩嗨了吧 就把自己翻风格给露出来了 我也没想到女巫在她手里啊 我想谁在谁手里也不至于死啊 我没想到 但是没关系 你不是王宝宝那派来的吗 这容忍度我是有的 因为你都要知道 在有限的节目里边 都是我怼王宝宝 所以我对他们那派来的人吧 我都有容忍度 每次王宝宝私下都会发信 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我说没有没有应该我给你道歉 怎么怼这么狠啊 所以我这叫干聊 我真没话找话 你那是有话不说 好吧 我先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鉴于上语轮 我对五号玩家做出非常令人发指的欣慰 我先救了他 我又在反手把他给读了 我出去以后 我还兴致滴的问他 我说你是狼吧 他看了我 说我是个白痴牌 我当时心都凉了 所以我这轮听完他的发言 他说他自己尬聊 我觉得他聊得非常好 五号玩家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好人 所以这轮我不想踩五 也是为了赎个罪 我觉得钱志位 因为为什么 我去踩了六 他说六的发言怪怪的 像是这个欲说还那样子 我其实也觉得怪怪的 尤其他去聊八嘛 他说八 他说八奇怪 其实八第一张发言 我觉得也就那样吧 也没什么好或不好 但我觉得他聊八 就是有点硬聊 所以我觉得六这个话题 他说我第一个位置 我不知道发什么言 我不知道发什么言 然后又说九 为什么你要给三投 人家爱就想投不就投吗 我觉得三九里面 就是九给投三 要么就是三九认识 要么就是三九不认识 所以我觉得 我是真的是这么想的 对吧 要不然他为什么投给他呢 是吧 要么就他们认识 要么就他们不认识 那听三的发言嘛 三要是发言好 那九不就是好人吗 三要是发言不好 那他们俩就是两个狼人 晚上商量好了 我在井上接着 你给我投票 我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逻辑是没有毛病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听了六的发言 他没有去聊这个点 我觉得我要配置 绑架一下六号玩家 你不像是这样子的玩家 你就一直说 我是第一张发言的牌 感觉就怪怪的 所以真的有点奇怪 那五的发言 没什么阴阳 不知道怎么评价他 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就因为没有为什么 我不想踩他 因为我害怕 我再一次被他欺骗了 就是他的发言 又让我判错他的身份 那么鉴于我觉得 六可能身份不好 七是一个死掉的人 八呢 是因为被六踩的 我觉得可能好 九这张牌 听三的发言嘛 去判断判断 那我觉得 这个位置 二这个位置 我要踩一踩 因为二还没有发言 所以我想听下二的发言 十二是在井上的 十一是跟我退水的 我觉得退水都是好人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自己是个平民的话 我觉得十一的退水行为 就像我一样 所以我觉得十一是个好人 还有三十秒 我是一个好人 我希望 大家可以认下我 我不想再被扛推了 真的很丢人 再被扛推真的蛮丢人的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六不好啊 是不是 很简单一道理 我不是冤家 你和五 还有我和十二 都在井上 那我先让你先发言 没准十不是呢 对不对 那你先发言 有什么问题吗 我并没有认八是好人啊 但是九是不是好人 我不知道 我是好人啊 女巫啊 四银水啊 七是我毒的 我把七毒了 我不知道是守出了平安夜 我毒了一个七 还是同刀同毒了 我不知道 好吧 我现在很难过 因为我看七淡死了 我的 不是同刀同毒了吧 我的个老苍天的 你不肯定知道我是女巫 因为四是银水嘛 对不对 我就盼着九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 能跟我共鞭 好吗 因为这一局 我现在说实话啊 说实话 我心情很复杂 因为我看七淡死 我真的怕同刀同毒 毒个神 好吗 就是别说我 就是不是说 虽然我不毒的 他有可能也死了 被刀死了 对吗 但我很担心 我万一毒个神 那就非常的不好 好吧 你们也都懂 好吗 所以呢 我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前这位六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我让你发言 你是个蛋 发言发言吗 怎么了 那井上毕竟那边发言了呀 你这边没发言 我让你先发言 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那你们后这位 我想想 嗯 你觉得十一好啊 我觉得退水了 那那么多人退水呢 对不对 那你没有必要去保他呀 是不是这道理 虽然你是我的饮水 我不想盘你自刀 所谓白狼王 要盘自刀 反正也没 也没有什么盘 但是为什么你去保十一啊 这二不也退水了吗 这八不也退水了吗 是不是 那你们再 后这位再聊聊吧 就投给我这一票呢 我不想答你是非 我也更没有理由 答你是非 对吧 毕竟 五六十二里 你要是个狼的话 五六十二里 如果大概率 有可能开你狼同伴 那你为人不给你狼同伴投呢 你有各种解释 可以说我去给他投票的理由 对吗 那你投给我呢 我就想先让你 认你当好人 因为我是个好人 我是个女巫 对吗 那你投给我 毕竟你是投了一个名好人 因为我自己看得清底牌 所以我不想打你是狼狼 那如果你是当好人 那就是前正位我觉得六不好 五还行 四是我饮水 那六八十一十二二 先进坑 好吧 我也不是说打死谁 就没准我六身份定错了 没准我九身份定错了 对不对 保不齐好吧 我就希望呢 嗯 后队好好聊 一会儿帮我提供一点 贵人的信息好吧 然后我归票 好吧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这么聊 我没有人身份 但是我只能说 就是大胆的猜了 也加上打 我认为五 一 十二 没准甚至可能那个十一 就是十一十二 一是三连郎 加上那个五 我先说我这个人的找法就是 三是跳女巫了 四是饮水好人 我是张普通村民牌 我是好人牌 二三四 这边是报了一个狼 火焰老师和六号玩家 我订的一张牌 是我这订六好人 你订的觉得六不好 我觉得六还行 他打八 但其实打八点呢 没有 有点牵强 我觉得就像那次谁说的 说 KS你可能在 呃 强调某些人的一些逻辑漏洞 去打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刘小松 警方状态也凑 我没有说那么差 反而五号玩家 说六号玩家干 自己却很干 我觉得五号玩家在滑发言 我认为 铁位置打出来以后 我觉得五位是十张狼位 六 十二号 还有十一号玩家 在前这些人发言的时候 一通乱饼 也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大胆的就打 十一 十二 一 五 四张狼牌 这是我的认为 呃 如果中间出现问题 出现不对的 可能八十一张龙错绿牌 没说就是 狼 我或者我听错的 九号玩家 我觉得状态一直都还可以 没有什么那 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起伏 你要七那张牌 死业里了 那没有刀法 咱就说狼是把七 当成好人刀了 你又毒了他了 你敏错了 他可能带身份 那他就 就死业里 就咱就说 他是一张好人牌走了呗 对吧 然后十号玩家 是这个原家牌 一号玩家带走了 原家牌 对吧 没了 我认为狼坑位 现在就是五 十一 十二 一 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没有别的 我认为六发言可以的 然后对于前坠发言 那种不满的 其实没有那么太像狼 因为有的时候 太像狼的情况下 会有一个 啊 这个你是张什么牌 这那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开始 反正没有说 质疑你身份 反而就说啊 什么这 接着聊聊一些局势的问题 我觉得六还可以 我定的五和六里边 是五不好 恰巧 二三四 三年好人 一 五出狼位 我是这么达位置的 后这位这些两个人面相不好 状态又低 我觉得是这两个人是狼 这就是我的看知 我是张好人牌 我没有身份 呃 你是张女巫 你带队 你有警惑 让你赢归票 那么我认为今天可以 后队没发言 那目前来说我定五胜 我觉得大凯利推火焰老师出局了 好吗 他有三十秒 过了过了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二一般 嗯 虽然你常规一般 但是 呃 去打到 前置卫最不好的那张是五 因为我在去听三发言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张九投票 是怎么投的三的 我在去听三发言的时候 我会去思考 他会不会是张女巫 后这位还可能会出不出女巫 至少在二你这个位置的话 你不会去怀疑三的身份 因为我听前置卫发言最不好 四五六里头是那张四 对 这张四确实有点可怜 但是我就觉得四应该是那张狼 前置卫六是这么说的 六呢 嘎聊了很多 五起来说六你是想说话的 我呢是真的嘎聊 所以五那个位置呢 其实是没话说的 你说五一定打了六吗 也不是 他就没话说 四这个位置呢 起来是这么说的 说我觉得你五 不管聊了上轮很多 五你不管怎么样 你五是好的 六那我就觉得你可能就不太好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那五其实说话也没什么影响 反正我觉得五应该感觉上 像是一张好人牌 四是跟风去打六的那张牌 所以你三起来 我觉得如果单凭逻辑发言的话 就按照七号玩家那个公式 就怎么着 应该是四是最不好的那张牌 所以我认为你这个位置 你虽然跳起来 那张女巫牌 你也是跟风去打了六那张牌 六有什么可说 六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抱怨 六底牌是张狼牌 那个位置在那干活吧 他打了那张牌了没有 他等着后这位 哪张狼队有捞了没有 除非是我这张牌 对吧 那也没有了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 我选择先去置于你三的身份 我呢这个位置置于二四的身份 我认为四是我听出来的一张狼牌 这个是从行为和心态上 所以你二号玩家呢 下一轮好好聊 好吧 就我不知道谁能够放下对你这种错例 因为你打的位置稀里糊涂 当然常规稀里糊涂 我呢是一张守卫牌 我昨天守了这张十一 没关系 你们要不然就去想七 因为我是中之位跳守卫 对吧 我是张守卫牌 我还能自守 我昨天守了一张十一 我觉得十一在我旁边感觉上挂身份 我觉得九呢 有一个行为不好 九的行为不好在哪呢 九是上票这张三的 虽然你刚才对我点头 但是在三发言跳女巫的时候 你也表达了质疑 所以我不确定九的身份 我还没听见 但是如果我能听见 我下一轮发言我还会再说 我觉得到八发言之后 我能听见九的发言 但我没有办法再去总结 还有三十秒 今天我头呢会头四 但是如果后面在十一九八当中 有人尝试进去掰我的发言会 掰我的票 我建议如果有歧视的话 去选择帮我把这张四扎掉 来正逻辑 好吗 我说得很清楚了 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的发言结构是这样的 就是在四五六发言之前 我停留在六项一个狼人牌 在三发言的时候 我再去想 三的位置能不能成立一个女巫 从七号玩家入手 他三号玩家说了 昨天是七单死 在我眼里的话 七是吃刀的牌 但三号玩家说了 他是吃毒了一张牌 我想一个罗结构 我觉得三应该是个女巫牌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想 七如果是个吃刀 就是只吃毒的话 那三就没必要 他是个狼没必要再跳出来 跳出来干嘛呢 好人只会认为七是吃刀的牌 我是这么想 他没必要再多掰一层这个逻辑 他要掰这个逻辑 他还要多保一张四 再去打六 我觉得 如果有可能 他只能保一张四 但是他干嘛要多掰这个轮次 他可以直接先保四 他打六保四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三四个女巫牌 那三四个女巫牌的时候 是我认为是饮水 我不像十二号 我是张好人牌 我不会先盘四是知道 因为我在听六的发言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怪 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点 发言格式 你的起手发言是先对着发 我认为一张好人牌的起手 如果在你那位置 你的起手发言格式 应该是先去盘 三九 再去盘八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嘛 毕竟警惠已经落地了 你的逻辑顺序应该是想说 落地了 我觉得我在你的位置我想 你九三给三 我看一下三的表情 我觉得三像个什么 我觉得九像个什么 我觉得你的发言格式 给我感觉应该是这个 跟我的想法不太符合 所以我这一点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打八怪 但是你没有说八怪在哪里 我警察听八怪的原因在于 他手之位第一个就跳身份出来 他跳了身份 然后潜意识里面认为七十个好人 这是他怪的地方 你没有点出来 然后第三点 你自己说了 你没有什么好聊 但是在你那位置 你没有什么好聊 你一定会讲说 我上警干嘛 对不对 我上警 我说我上警 我真的不敢搭警下 我原本想要搭一局警下投个票 但我边都站不对 我不敢搭警下 真不敢搭警下 然后 以上为逻辑一点 判完四十个饮水 我觉得六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身份我定义不了 我的身份我真定义不了 因为他自己说自己尬聊 那他还是没有信息量暴露的 二反而 我不含四字刀 二反而有点怪 因为二打的位置 首先看 我底拔这个好人 十二已经跳首位了 呃 首位不是我能去思考的轮次 他打了五 打了十一 打了十二 那意思是说 在他连你三囊就已经裸出来了 对吧 他觉得外置全是好人牌啦 他就不去质疑三 也不去质疑九 这是我认为你的发言格 是不对的地方 他三十秒 所以我觉得二不太好 六不太好 十二这个呢 他跳个首位 他他的 他至于的点是至于四 我觉得 如果是个狼吧 不太像 为什么 他 他完全可以以好人的角度去盘四 有可能知道 他没必要多跳一个首位出来 那如果多跳一个首位 那他只能去敏七代身份被吃 被被被被按走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三十二可能是两张真神牌 我还是认为六跟十二 六 那个二跟六不太好 嗯 我觉得六可能更不好一点 那八跟九呢 我 我感觉不出 但是我觉得九身份可能有点怪 为什么 因为九的习惯是在 他是个狼的时候 会对别人点头 所以我觉得九可能不太好 九号玩家请发言 不是疯了吗 那你认一下三十个女巫了 是不是优先不会聊到我这个九呢 我觉得你十一可以 除了打我的那一段 因为我是觉得十二号玩家 你的身份我存疑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这个首位的心路 我聊我的想法吧 我觉得你首位心路历程不太对 你是这么聊的 你说你在思考三号玩家 能不能做成一张女巫牌 对吗 你说你本能的怀疑了这张三 因为你去打了四 三爆了这个四的银水 那么请问 我请问你十二号玩家 倘若三是一张狼跳的女巫 我们要注意 他说了一个什么信息量 他说七号玩家 是他一瓶毒毒走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 我没有听党在分析 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 如果你认为三号玩家 是一张汗跳的女巫 他有什么道理 爆七号玩家 是一张吃毒的牌呢 你可以说一 他是一张没有毒的女巫 他只能说自己毒甩了 那更大的可能是不是二 确实昨天晚上狼遭的 不是这个七 七真的是吃毒的 你这张首位牌 手中了这张十一呢 所以三号玩家才敢说 才只能说七是我毒走的 才要跟首位的信息去契合呢 所以你十二我没有听到你这个信息量 你说了你守了十一 也没有说为什么守十一 也没有通过我 也没有通过你的分析 因为你逻辑上去打了这张女巫三号牌 和饮水四号牌 你又不去保你昨天守的这张十一 对吗 如果你认为三成了一匹狼 他凭什么要爆七吃毒呢 所以这是我觉得你十二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我底牌不是首位 我觉得这个十一不是 起码不跟你十二见面 他有一点聊的 我又蛮打动我的 那你十二是个狼 跳个守卫 疯了要去打这个饮水排四 又不太像狼这一点 我觉得可以从二六里投 十一我觉得是好人 三 哎呀我好像还要说一说 我为什么投票 是这样的 首先 我警徽一定要投出来 因为这个警徽 不管投到是狼手里 还是好人手里 起码能有个归票位 对吗 万一投到狼 大家听出来了 他在归票的时候 聊爆了就把他投了呗 为什么我投到三 因为三景上就在看我 我也在看他 我知道他是在思考 而不是在免身份 就那么简单 这是我对他身份的定义的方式 他在免身份 大概率就是狼或者预言家 他的思考 大概率就是个好人 所以我投了三 就是这个简单 这是我的标识 为什么小RK啊 你张牌 有点怪的 是因为 不是说你聊的尬 你质疑身份 质疑这个 叫什么来着 质疑这个发言顺序 聊的怪 而是我觉得 你莫名其妙拍什么身份呢 对吗 你最高追第一张牌 你说我身份就拍给你们了 普通罪名牌 干嘛呢 这是我觉得你不太好的点 对吗 我认下三这张女巫 就因为他说 他读了这张棋 对吗 狼何必费这个力气呢 所以基于三是个女巫 四饮水 我不会去盘他自刀 诅咒 我是这么跟你想的 为什么我不会去盘四自刀 是这样 上一轮呢 他把他的饮水读掉了 我后来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忘了 你的饮水是个五 他说不是 他知道五是他饮水 你说他知道 也就是说他的骨子里 是认为饮水牌 也未必等于好人牌的 是可以读的 所以如果他是个狼 为什么要往自己团砍呢 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 饮水一定是好人的逻辑 所以我基于你三是个女巫 把四饱了 我觉得二六PK 这个十二的身份 我只能说怀疑你 因为七我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走的 很简单 好吗 我建议从二六里头 十一我觉得还可以 三是个女巫 四是个饮水 如果二六里 因为二六我觉得 是有点像共编关系 你知道八可能宅了 但我不知道 你警察为什么要聊 发言时间到 可能上有时候有阴影 毕竟上有时候警察 八号玩家 八号玩家请发言 八号玩家发言啊 就是 我觉得十二不好 我不是张守卫牌 我首先我警察 就跳了一张普通村民牌 但我想说一下 为什么十二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他聊的挺炸的 因为他说 今天要去号票出这个四 那他就是认为 这个三不是 因为他没有排四字导 他就认为三不是个女巫 他说质疑了三 觉得三不是个女巫 然后他说这个二的发言很差 那你想想 这个九是警察给三上票的 你已经认为三不是个女巫 三是个狼 九给三上票 那九得跟这个三是同审份 那这个一还是一张自爆的狼牌 我觉得以你十二号的眼界和视野 你不应该能打出这么迷茫的状态 那就三 我其实跟九挺像 我也觉得三爆七一张 独的时候我就觉得三得试个女巫牌 所以说 而且你 我就觉得 你想去出这个四 本身是出一个饮水 那你为啥要跳个守卫呢 我觉得 你是一个好人牌的话 跳这个守卫的收益也没有什么 我没有想把你发言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打的位置和我心里想的都不太好 然后本来在 二三四所有的焦点都在这个五六 因为五六是先知未聊的最尬的两张牌 你反而在你那个位置 你把五六全放下 把焦点转移到这个四的身上 让我觉得很奇怪 我本来特别期待听你的发言 因为我想打坐标 我希望你是一个好人牌 能够帮我指一条明路 但我觉得你这条路指的和我心里所想的 其实不太一样 然后 这个九 我觉得 可能得放了吧 我虽然在井上打了他 但 这个三 我认他是个女巫牌 且九 聊这个心路历程都聊出来 这个三在思考 大概率是个好人 随随给三商票 我也不太敢打他 然后 我觉得十二不好 那五六里面 在我身体 我总归得认为得开朗 就像 三他们说的 就觉得很尴尬 但今天反而三 你自己决定这个十二 你能不能出得动 反正我也不是个守卫 我不知道前之位 这个二三四五六里面 谁发言 有没有守卫 那 要不然你可以在五六里面归 这个十一 其实我也不太能发言 因为他 他认十二是个好人 因为在我眼里十二是个狼 但他认十二是个好人的话 我就觉得 反正我总归因为我是个好人 跟我事业有偏差的 我目前为止都觉得不太好 那我觉得十一也不太好 十二也不太好 这个一是个白狼王的话 可能五六再开一狼吧 这是我目前看的狼 可能不一定对 但反正 我能做的 其实就是表达出来 我的思想和态度 能让你从我的思想态度中 认识到我是一个好人牌 然后 别归到我身上就行了 那具体的归票 还看你自己 我也希望 咱们能归对票 希望我能赢 就这么说 过来 六号玩家翻牌为骑士牌 我其实我能说话吗 不能不能不能 只能打他心一眼来 可能有一眼 可能有一眼 不 你们都不能说话 等下 六号玩家请决定 你要决斗的玩家 呃 九都十一号 决斗多少 九都十一分 好 六号玩家选择与十一号玩家决斗 六号玩家出局 游戏继续 六号玩家出局 没有没有 六号 接着投票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二号 下面进行放逐投票 慢举无效 三 二 一 请投票 二号 投票给十二号 其余玩家投票给二号 二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应该投五的 应该投五的 哦 不是 我想想我怎么说呢 哎不是 你这票归的 我保了六号了 你还能把六号死了以后 你还能归我呢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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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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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菜包子 生日快乐 谢谢菜包子的小熊背包 哎 不是 小熊蛋糕 我猜 我猜 我猜没有给那个 没脖子打广告啊 哈哈哈哈 然后讲一下 就看今天晚上的刀行了 嗯 肯定三十二嘛 我觉得是 三女巫十二守卫 狼人赢了 我不一定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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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一守 所以今天晚上看 但凡守卫守一个平安夜处来狼人输 对 但是 关键他没决斗四啊 这有没有关系 四不四的 你只要能认下那个十二 只要能认下那个十二 只要能认下那个十二 手卫现在不认三是个女巫 他能去守这个女巫吗 不是 还有十一号呢 这一场胜负的关键在十一 十一号 他如果能保下那个十二 他如果能 因为那十二号去保 如果是我的话 我晚上一定 刀三呢 一定会去砍 三 大概会砍三 因为十二守卫不信三女巫 对吗 他应该不会去守这个三 刀三 那你觉得他会自首吗 你觉得银杖会自首吗 会 这一轮会自首 会 或者刀十二 刀十二如果十二直接刀死的话 直接赢 对 刀十二直接死 直接赢 他有可能会自首 所以胜负一手就看守卫了 就看守卫了 就看十二了 本来想看看KS能不能决斗这个四豪 让我们在这 首先 我先 我押了五千不能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局的话 我当时没看到KS是骑士 其实 我觉得应该不能 决斗这个十一 我觉得其实还是真的是决斗 这个十一号意义不太大 嗯 因为这十一号的跟厂商的逻辑关系是比较 我们看一下现场 好 那我们就给一下现场 好 现场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天亮了 昨晚 平安夜 请警长选择四号或十二号发言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这废话什么呢 这 我就不用再拍身份了吧 就四九顺出 四九最后两张狼 不是 八号玩家 你打一个坐标打法 那你就 有没有守卫呢 你底牌不是张守卫 我六保对了吗 保对了 那我就是张好人牌 我拍了张守卫就是张好人牌 你视野跟我不一样 就按照我的视野来 这不叫坐标打法吗 那你那个叫进步打法 对吧 下次继续加油 说一下 打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为什么是张 我觉得 我不再说 为什么四号玩家 是个自盗狼了 因为九号玩家 是那张投票的狼 九号玩家 说了这么一句话 九号玩家说 反正在我这个位置 编了一个大概什么逻辑呢 四号玩家上一轮 守得你啊 我为什么这个位置我会 我守得三号玩家干上一轮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守不了我十二了 我想了一下七和十二 我可能守谁 我想 我想自己活着 我那人更怕死 我比他还怕死 我就守了我自己 所以守不了我自己了 出来你说读了七 七单死 我必须要装作 我不吃这个视野 我不能够讨论 是不是这条到底是刀在我身上了 还是刀在七上读了七 我讨论了不就告诉他们 我守了我自己了吗 所以我不能说 我就说我守了十一 我觉得十一挂身份 那我也就只能是随便一说 我也不会再去定义 十一号的玩家身份是什么了 所以九号玩家打我的那些逻辑都不存在 这个能解释清楚了吗 我底牌是一张守卫盘 为什么九号玩家是那张狼牌呢 九号玩家用上一轮的逻辑 说什么呢 说四号玩家 他上一盘就是个女巫 把这个武毒了 所以在他底牌 他不应该说是 哎 自己是个饮水 他证明他饮水不等于一个好人的身份 九号玩家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保四 跟 打了我十二呢 打了 好歹打了打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四 九号玩家上一轮所有的发言打了哪呢 打了六这张牌 我觉得今天二六批吧 但是 还是不是打错了 我觉得听六发言 就像我上一轮说的一样 五这个位置跟六的对话 并没有死打这张六 但是在四这个位置是要踩六出局的 到二号玩家这个位置 也做了同样相似的事情 你可能是因为受了这张饮水视角影响 但是我确实在上一轮 我分不清你底牌是一张女巫 还是说 你因为有可能我怀疑这张九 上票给你 你是一张汉跳的女巫 在我这边都不存在 对吧 所以 我觉得他有点像 在我视角里可能挂身份的那张女巫 但可惜他不是 那你是一张女巫牌 七号玩家走的是一张平民牌 六号玩家也翻牌了 所以 九号玩家在上一轮那个位置 打错了所有的位置 九号玩家没有找狼 九号玩家是那张保了四的狼牌 所以这一轮四九双狼 你先出谁都可以 好吗 说完了 过来 11号玩家请发言 我先讲一下 我跟八号解释 你说我保十二 是因为 我说了 十二这个位置他 他聊了点我 听得有点懂 但是我不敢全信 因为他视角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敢全信 因为他毕竟 是十二号玩家 我不敢直接把他认下来 所以我 选择性的把他 就是视为 位置身份 那一定解释得通 因为我们场上 没有人认过守卫牌 除非那个是 饮水自己认守卫 但是已经不可能 对吧 因为他已经 这个位置他也认不了守卫了 我是当名好人 是被验出来的 骑士骑出来的好人牌 你是个女巫 他是个守卫 那就 九出吧 我想先出九 因为我觉得 女生自刀 九 你作为一张牌 你现在 你现在一定 打不出任何位置了 因为你说了 你说十二不是个守卫 你说十一号 至于你九有问题 是丧心病狂 那事实证明 十二是个真守卫 手出了一个平安夜 你打错了两张牌 我底白这个好人 那你只能是个狼呀 我想想 七是吃刀 那 那没有错啊 那十二自己讲 十二自己去迎合三的观点 他说三 三说毒了七 十二说的那一天 他是守自己 所以那天确实是同胞虹毒 那七确实是张好人牌走的 好人牌走 自爆 一张 出一张二 我觉得二是个狼走的 一二是两张狼牌 那场上剩两狼 呃 如果以二是个狼 二说了 上一轮二明确说了 二说六他觉得是个好人 他说五是个狼 我觉得五不能是个狼 八 也不像个狼 因为八在那位置 他有至于十二的身份 但八跟九的视角 有点不太一样 九视角他是说 十二十一 十二是个狼 二六 他觉得六 他说二六PK 我不知道 如果四九出的话 我选择又先出张九号牌 我底下是个好人 呃 出九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九 九号玩家请发言 第一天空手 第二天自首 昨天首手的三 因为当时我认为一张七 我其实已经很明白了 下一轮拍的身份 我说了所有的十二号玩家 做不成一张所谓的逻辑 我怕自己聊得太明显 因为我已经提到了 这张七号玩家 可能是一张骑士走 为什么我归的是二六PK 因为你十二号玩家 保的是那张六 对吗 我当时视野里很清晰 十一号玩家 我上一轮定义你的身份 就是阿鲁 除了你打我的那点之外 我觉得你都挺好的 对吗 因为你能聊出来 三号玩家 包括四号玩家饮水 三号玩家应该是个真女物 这是我上一轮保了你 十二号玩家说 我上一轮把十一 垂成了一张铁狼牌 对吗 那就是二 五 十 十二 对吗 为什么把火焰老师摘出来 因为六十张骑士打错了 对吗 你想一想为什么骑士起你呢 你上轮盘的都是错的吗 对吗 十一号玩家 还用多解释吗 因为 其实我也不多说了 再聊一些 饮料为什么是一个 不是一个所谓的理由 首先那上一轮 回到我们第一局类比一下 JY是一张认为 五号玩家那个位置 是一张吃毒走白吃的情况下 被查杀的牌 他起跳了一个枪 对吗 是不是相当于代表好人交牌 同样的道理 你饮料 那个位置质疑了三号玩家诅咒 这张女巫的身份 起了一张守卫牌 且你自己的心路意证是说 你没有守自己 那你不也是代表好人交牌吗 对吗 这个逻辑总打得死了 上了我这个位置发言 因为我定死的狼根是二六十二 我觉得是三狼 但我又怕 那个JY是个骑士走的 因为狼凭什么网打上刀呢 对吗 所以我就没跳身份 但是我把所有饮料是狼的逻辑 已经聊给你听了 对吗 他越过三去打四 一定就是报匪的点 但是我底牌是个守卫 我要编的 狼又不来砍我 对吗 因为我第二天晚上守了自己 然后又想把这个十二的点 告诉你们 他不好 所以我就上了那么聊了 所以我觉得八也是个好人 因为他能去点这张十二号玩家 我底牌是个守卫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打的 嗯 先出这个十二 再出这个五 嗯 YJ的牌 想一想 没有什么了 还要多聊吗 我再聊一聊吧 再聊一聊 因为感觉好像这局狼人有一点点 好人有点点危险 啊 幸好 莫 以外 给他给他给他 不能给葫芦小姐 大家稍微等一下 三号玩家申请去上厕所 对三号玩家申请上厕所 没有 没有包 没有包 来 继续吧 来 聊最后一点吧 你聊做成首位的最后一点 就是他今天还在跟你们表水 如果他底白是个首位 他已经守住平安夜来了 还用得着跟你们说吗 他的第一句话是说 我总归不要表水了吧 然后接着说自己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上轮那么大 为什么上轮那么大 说我九号玩家打错所有位置 所以我必须是个老 我不多说了 因为狼队事业里应该蛮清晰的 他们觉得其实倒出去是个首位 所以上轮砍了你 但是有平安夜 所以他知道我九上轮打的是个首位 这是他全套的狼人心路历程 我告诉你们 我的心路历程也告诉你了 我第一天空手 第二天自首 昨天晚上守着你 平安夜 最后两匪是五和十二 十一是个金水牌 四是你的银水牌 我已经说了他不可能知道 八号玩家是因为上轮 我打了十二之后 他跟我一起去打了十二 所以他做不成十二的匪中班 今天出十二 明天出五 我过了 我只说给你听 所以我等你回来 八号玩家请发言 就是现在九和十二两个人对票首位 那我也跟你讲 我上轮为什么要打这个十二 因为我觉得 以我的配置 我都能认下来你三 是个女巫牌 是一个真女巫 那我觉得十二号在那个位置 没有道理去质疑你女巫的身份 然后在那个位置去 就首先 那他说 他刚才说他保了六 六是个好人牌 说六现在是一个好人牌 但六发完言很尬的时候 五和四同时都打了六 那他为什么偏要去攻击这个四银水 而不去攻击这个五 在我的世界里又很奇怪 那 现在我说实话 我能认下来的明好人 就只有三八十一三张牌 这个九和十二 我只是在上轮觉得十二更不好吧 这一轮 反正如果说我 我自己的角度 我可能更不愿意信十二吧 可能就是一个配置绑架 因为我觉得他没认下来你 当然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这个不要被我的这个语言所迷惑掉 那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的目标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无论十二还是九 目标这么明确 就是都是攻击在一个四五的身上 因为其实 十二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我上一轮去打了这个十二 那为啥他不去攻击我 那我也认为这个六不好 所以说 我觉得十二有点怪 我太像他平时拿所谓的那种 那种那种状态吧 或者拿好人的那种能力 四和五 反正现在就是你 你来看你这银水到底是不是自导了 那现在总归两个团队就是四九一个团队 五十二一个团队跟我们都没关系 今天总归得在这个 哎 咱可不可以不在九十二里归 在四五里归啊 总归归不到一个守卫 万一这个守卫 其中一个守卫carry 再守了个平安夜 咱们还有几回啊 对吧 那你看看四五里面谁更像那个狼 咱听听发言 然后从四五里面出嘛 我这是一个这个这个 低配求赢的求稳的一个心态 反正 但九十二对比 我自己的个人逐渐是觉得十二可能更不好 因为我觉得他没这些来 上一轮没这些来你 我就觉得不好 别的没啥可说的了 跟我没啥关系了 现在这游戏已经把我摘出在外了 就是五十二四九 听四合五的发言吧 这个三号你也别压力太大 咱们放松 毕竟只是一局游戏 输的话也没啥 就这么说 我也不怕输 还有三十秒 五号玩家请发言 好的得分机会 你自己不把握 对吗 我呀 以后呢 我的发言可能会越来越难懂 好吗 不会往干净了聊 你们就自己听好了 然后呢 视角在我这儿呢 很清楚 十二号玩家得是真守卫 他在那上一轮呢 那个位置 一个狼没必要跳着守卫 去打女巫的饮水 他是疯了吗 他要捞谁呢 当时二号玩家起来了 要出五 在三号玩家 甚至四号玩家的视野里边 都是要出六 到十二那事呢 十二没有什么要需要打的人 顺着打六就好了 都不用编守卫这个理由 在九号玩家那个地方 可以直接起跳守卫 十二号玩家讲的 不用去讲什么逻辑 我是守卫 他就得出局 有骑士在场 给我起一套正逻辑 对吗 十二号玩家说了吧 骑士在场没有 骑士 给你们正逻辑 九号玩家说什么了 编了一堆理由 还不过是要归六吗 而十二号玩家要保六 九号玩家要归六 就这么简单 且别说你把我打上狼坑 说我是点清楚 对吗 四号玩家的发言 在我听来 就是一个混乱的狼子发言 但是三号玩家一给他饮水 我还真是有点放下他了 四号玩家说五脑沾边五 四号玩家说五号玩家 我就认为你是好人 他去打的六 对吗 十二号玩家打的四 十二号玩家怎么了 四号玩家保我 保他同伴 十二号玩家起来就打四 十二号玩家不希望多他这一票吗 四五十二我们三个人投谁多好啊 随便呼个人 十二号玩家是怎么了 要把四号玩家从我们队伍里踢出去 这不是逻辑吗 我用非说我是好人来证明吗 外之位的发言不能证明吗 就八号玩家发言 我跟你讲十二号玩家 但是你说的时候 我到我这来一定先出四 说实话八九里边我都没分清 到这圈八号玩家发言你听见了吗 上圈的发言你听了吧 我都不知道八号玩家要说什么 他说从五六里边出人 我都认为八认是六还是认是二 到这一轮他的发言 我都觉得含糊 四号玩家你要是好人你给我站边 我就觉得八九像两匹狼 他俩一块要出十二 我说的逻辑不对吗 十二号玩家替四干什么 四号玩家无脑站边我 拉上他一票 投谁不行啊 投二 投六 打八 打谁打不动呢 认下三有什么不容易的事呢 所以三号玩家这事对你来说也没什么难度 好吧 对十一号玩家也没什么难度 一会儿你听听四的发言 上轮无脑站边我的四这轮说什么 对吗 九号玩家你起来不是为了捞同伴吗 还有三十秒 我就站边十二 我们俩俩狼 你打我们俩我站边十二 四号玩家怎么也得站边你吧 四号玩家给我讲讲逻辑怎么站边九 好吧 我好人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谢谢啊 五号玩家的发言 真的很想无脑站边他 把四号玩家投了让他们赢 就因为愧疚吧 上一轮把你就是捞了又把你赌了 这轮发言其实绕了一大半圈 不还是跟十二站队吗 你这又何必呢火焰老师 是不是 就我呢 是一批这个被你们完全就是 不是 别笑 我是真的是一个好人 刚刚也是口误 我说我是一个好人被你们刀了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你们要非要说我是一个自刀狼 我说的句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啊 我如果是一个自刀的狼 我就出来焊跳 也不会轮到让一号玩家去报 把十号玩给带了 因为我这个玩家就是这么焊的一个玩家 只要我抓到狼 晚上你们看到我的手势永远都是预言家 我要跳预言家 自刀 然后跳个预言家 让你们全场都认我 诅咒诅三号玩家肯定他第一个认我 因为我是他的饮水 那为什么我第一 我在投票阶段我退水了 如果九号玩家是我的同伴 那我退水的意义在何 他干脆就是四号玩家在台面上 我随便认一个 我就是一个好人 九号玩家给我投票 他也一定是一个好人 那我既可以把自己身份洗白 还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 那为什么我第一反应我退水 然后让三号玩家去拿这个警徽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非要把我打成九号玩家的同伴 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对吧 第一轮站你的边 是因为我说了 是因为我上轮读了你 我觉得我出去听了你一顿教诲 是吧 是有存在问题的 那我这轮我就无脑站你的边 那这轮你硬要聊了一大堆逻辑 跟我说什么要去站十二的边 那真的没办法 我觉得就是说 那要不然就让你们狼人赢嘛 对吧 我就大师赛大师赛 但他还是大师赛 所以这游戏讲回来 我觉得本轮的话 我是认久这张守卫牌的 因为我第一轮听了十二的发言 十二说我四是一张自刀狼 首先自刀狼就不成立 我是一张自刀狼 我就立刻焊跳 会把自己的自刀狼身份做得无比高 去骗三号玩家这张牌 但我没有去做 所以我一定不是自刀狼 就这个时候你去骗三号玩家 告诉他我是自刀狼 这个理由逻辑就是不存在的 而且你踩我的理由也不存在 你说我去踩了六 但同时我也踩了二 我说十一号玩家 我看你像个好人 那我说我觉得五可能是一个好人 那这一排二号玩家你完蛋了 二号玩家你给我好好表水 二号玩家出局以后 我觉得二号玩家是一个狼 是不是 你们也没有去聊二 那这个时候 你们你十二号玩家 拿了一个尾逻辑来说 我四号玩家因为聊了六 所以我是一个狼 那为什么你不说我聊了二呢 我也聊了二 我说二号玩家 你可能要危险了 你好好发言 那我也聊了他 你为什么不去聊这个点呢 所以我觉得十二和五这张牌 尤其是五号玩家 聊了一大堆说什么 我不站边我不站边 最后还是站了十二的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张牌 我觉得都可以顺出了 本轮就出十二嘛 对吧 五号玩家就是 我就是放着他 对吧 友情放着他 十二号玩家出局 我不可能自刀 三号玩家 我真的不会自刀 就自刀的话 我一定会汗跳 这是我的唯一条件 我是一个好人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呢 首先那个七应该是读错了 是个蛋 对吧 我呢 认不下九十个狼 我认不下九十个狼 那十二十个狼 十二十个狼 金水 好人 我听我不像 不是你说你不自刀 那个点啊 是伪逻辑 因为你自刀了 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打法 不一定非要汗跳 且 白狼王报了 把预言家带走了 他说他是个预言家 那你 他自报给预言家带走了 你还要在这汗跳吗 那你是不是只能当一个自刀引了 对吗 四十二双狼 我真听五八不像 我现在他妈手指抖 真的 因为我知道这牌有可能要量了 首先读错人了 一二四十二 一二四九 我对话十一号玩家 对话八号玩家 对话五号玩家 我呢 从来不相信人自刀 而且白狼王 我觉得没有必要自刀 但是今天我就要归这个四 但是今天我就归这个四 因为八 五 十一 我觉得是好人 十二啊 因为当我得知 七 首先七一定是同刀同毒 在你那儿 你一定知道七是同刀同毒 对吗 因为你说你守了十一 或者你真的守了自己 如果你们 你自己 你说你守不了你自己 你自己中刀的话 狼人一定会追刀你 你一定是那 大概率是那个守卫 对吗 那所以七一定是同刀同毒 还有三十秒 追上这一点 拜托你们了 明天 好吗 归四 警长归票四号 下面进行放逐投票 慢举无效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三号 五号 八号 十二号 一 四点五票 投票给四号 再举下票 那我要付下票 四号 九号 十一号 三票 投票给十二号 四号玩家 四点五票 出局 请留意愿 那你们 那你们 那你们不拍刀吗 玩什么呢 不是 不会自刀 真的是我发言不好 我真的承认我发言不好 真没办法 真真没办法 可能真的是我发言不好 十一号玩家都投 投对了 我说了呀 十二踩我的点 说我踩六 但是我踩六 我也踩二了 二是个狼啊 是不是 他的临终发言 他都发成那个样子了 还不是个狼吗 真不知道 我真的是 我历史大舞台 你们拍刀吧 对吧 拍刀还玩什么 这个好人 延完毕 天黑请闭 哎 还好 估计他们今天 那一套算了 诶不是 没一定 没一定 没有 其实祖周这个人从来不相信自刀 包括很多是 他是女巫 我自刀的 他都会救 然后锦下下来再去盘 所以他一张女巫牌 讲道理 那压力蛮大的 其实是刚才那个 草楼弹幕都听到了 对 我是一批好人 对 那个十二九 说实话 那个十二的可信度 确实要比那个九高 对吗 那九都十二 你说十二号如果是一个狼 对吗 九说他没 他那天没办法守自己 对吗 聊一圈发言 没有人去拍十二 没有 但是要 听出来了 把九刀了 是不是永远无敌 首先我跟左右说 因为是我们是在一个 以知识角上去聊这个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十二是 但是但凡从发言上的话 饮料是有自己的漏洞的 但是 因为他自己 为什么他会有出现这个漏洞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那天自首了 他说谎了 一张好人牌说谎的时候 他会露出瑕疵 那在这个位置 但是守卫牌 确实 守卫张牌确实要骗了 要骗了 要骗了 所以他在那个位置 没去聊清楚这个东西 正好被九号也抓到了 其实我比较关注今天谁哭 对 但是你要这样想的话 那九号 如果你看 如果一圈人没有去拍十二 十二号已经知道守卫在哪 他如果能听出九号 是一个守卫把九刀了 那十二号是不是无敌了呢 是不是 那你说 那你说为啥九号那天 不去拍那个十二呢 嗯 是不是 因为他 因为十二可以骗人 不能拍啊 他也可以骗人 他也可以去骗狼啊 九如果是个守卫 我觉得在那一轮就应该起跳 不应该在下一轮起跳了 行吧 我们先看一下现场 看一下现场吧 对 好 现场 现场准备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天亮了 昨晚 平安夜 请警长选择 五号或十二号发言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实话实说 我昨天呢 是空手 我不聊晚上的事情 我没手 但是呢 其实 我先 我先把这个说完 就是在九号玩家的心里 就现在 我认为就剩九号玩家 一张狼牌 其他外之位 我也不说你们投错票 我也不说你们四角失路 就是视角有可能不一样 我也不打算 说一定 就着把你们一个一个拉出来 对话说劝你什么 我觉得 没必要 因为在九号玩家那个位置 我们晚上呢 都有两种选择 守了你三 守出来一天平安夜 把你三刀掉 因为就是按照常理 就是刀掉你三 把你三刀掉呢 有可能会出现 明天起来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呢 刚才大家可能也听见九号玩家笑了 就出现这个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比如说 还是打五十二双狼 说我们只有在这一轮次 一定说守卫空手 刀掉了守卫 然后就可以一定能赢了 就读守卫空手 大概率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是 因为我昨晚上有空手 所以出来是平安夜 只能是狼人空刀 狼人空刀 就解释 九号玩家为什么是这样的行为 那我呢 是第一个发言 我呢 如果作为一张狼人牌 我如果没有空手这个信息的 你就只能说明我脑子很聪明 我转得很快 我不知道这样说行不行 因为四号玩家 就是九号玩家的第二轮发言 我重复说一遍 他在那个位置 他没有点任何一张狼 他的大段的发言的心路历程和目的 是为了保四 他在解释为什么四 不是一 当然我现在给你解释四是个狼 可能没什么用 因为到九号玩家的位置 还会说五十二双狼 那我觉得就 就那如果是这样 就没啥好说的 但是我也不再解释九 为什么是个狼了 因为九 那就是那一轮 从行为论上来说 就干不了这样的事 他没有点狼 那我在这个位置 我在先之位 我跳了这张守卫 我跳了这张守卫 我也说了正逻辑 或者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轮次 在我这个位置视角比较清晰 我觉得我怀疑你三的身份 或者等等什么 因为我觉得保四这张牌保得不对 你也不是说没跳过女巫 给自己的狼头板发饮水 对吧 我觉得四不好 我就觉得四不好 我觉得二不好 我就觉得二不好 我觉得九看你三的是不对 我就觉得九不对 所以我点了二四九 那这一轮次 总归是我还会继续的去归这张九 我也不再去外这边劝你的票 听得懂就是听得懂 听不懂就是听不懂 好吗 我过了 11号玩家请发言 我先说一下 我能确定一个点 我觉得五是一张好人牌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想 昨天的话 不管从怎么样 一定是若你三嘛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应该出局了 若你三的话 一定是九跟十二PK 那为什么能保下五一定是个好人呢 刚刚的发现我觉得他就不像个狼 从今天来看 他一定是个好人 原因在于 刚刚上一轮打的是五十二双狼 那如果昨天 昨天是你三先把五保下来的 如果他占落你三 那五张牌就会被漏掉 是不是这样子 五张牌就有可能会被漏掉 因为把你三刀 你自己都已经说了 你说最后狼是四跟十二 五不像个狼 那如果昨天狼队 以他来讲 一定是落三嘛 落完三之后九十二里面出 那 他何必 空刀呢 我觉得他空刀的收益在哪里 我在想 空刀的收益无非就在于 我想想 空刀的收益是 我先讲为什么我偷十二 因为我就觉得 我是比较愿意相信女生最后说 我不会骗你 就是 我觉得他已经诉讼这样子了 他在说 他在要知道这样子来 我觉得真的我于心不忍 我只是不忍 但不是像五号玩家 我是不忍 不代表我是可怜 我认为五号玩家是个好人牌 九跟十二的话 我认为为什么我最后投十二 因为在于十二他 他在上一轮 我想过他上一轮 他的发言是说 我是个守卫 对我守了十一 那事实证明他骗了我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会想投十二 因为他 我理解他的角度是这样的 他起一张守卫牌 他觉得后之卫有可能出守 因为他三一定是个女巫 所以他 他敏了觉得十一可能带了身份 他先给十一发一个什么 我守了你 可能出了平安夜 我想过这个可能差出成狼的点 但是五的逻辑是对的 上一轮五的已经盘出来了 没有必要十二在这边起来 一张守卫牌 不去打后之卫 打死牌 何必一张 就一张四号牌 你所以猛锤呢 是不是这样子 原本我是认死十二守卫 但是你说的九做不成狼 九做不成狼 但是我觉得九 做不成狼吗 是这样 我想过我们以四号为基点 九在上一轮出了 他说十一号玩家 你除了打我之外 你都聊得很好 但是九号玩家明确讲过一句话 他说了 十二不能做成狼的点在于 十二起一张守卫 就是垂着个四 还有三十秒 他是不是说过这句话 他明确讲过这句话 所以那轮我才把十二认死了 是这样的 呃 我把空爆 我想想 我这轮可能还会 我投了十二 但是我觉得十二的发言 他在教育我 你知道吗 十二已经说了 你听不懂 你还是听不懂 他点了 他明明 他明显点了四 九 十一 一张错了牌 是我十一号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还会偏信十二 发言时间到 九号玩家请发言 别压力这么大 还有三号玩家 真的别压力这么大 首先 昨天晚上守我的自己 我犹豫了很久 因为 我觉得 因为我的事业很明显 我已经跟你谈过了 是五十二双了 我知道只要 昨天 因为 其实正常逻辑来讲 我觉得他们狼会去砍散 我知道十二在狼队里 他会认为 我这张守卫牌知道 一定落你三 所以我会空手 想再等一个 第二 就砍完你三之后 他们狼抱 再来砍我 我可以守自己 所以我想到 他们可能会来砍我 我昨天就守了我自己 这是我的 昨天的守人心路历程 所以有平安业 因为有平安业 你一定要跟我说 五号玩家 是那张狠牌 七十个独队的狼 或者四十个自刀狼 我是接受不了 因为我知道 只有两狼才会砍我 对吗 我跟你 军水牌 要不要对话 其实上一轮 如果你还能让我发言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一轮 既然十二十二号玩家 也说那个人 守着你三 对吗 我守着你三 我告诉你了 就是说狼那天晚上 砍了你三 是我和十二 这两张守卫 都达成共识的牌 那你想一想 你认为四号玩家 是一张自刀的狼人牌 你已经说了 明确说过 不会去打四号玩家 是一张自刀狼人牌 我这张牌 在这个位置 也帮四号玩家说了 我相信他的逻辑 因为他上一轮 自己的举动 认为他并不相信 接了饮水 就等于是铁宝的好人 所以他应该不会做 自刀这种 没有什么收益的事情 这是我上一轮盘的逻辑 你认为四十个狼 他会去砍你吗 对吗 这是我最后一条逻辑 因为无论怎么样 狼会说 我昨天晚上空刀 想要打他们双狼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昨天晚上守了自己 他们是两狼 想砍了我之后 直接排到你 所以是平安业 对吗 没关系 其实压力不要那么大 因为我看到四号玩家 那样我蛮心疼的 对吗 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混音老师的发言呢 确实很好 确实很好 对吗 我非要说 你有点什么漏洞 就是你上一轮 还放不过这个八 对吗 你发言甚至还在说 这个八第二轮再说 第一轮说五六里头 怎么怎么样 第二轮还要说四五里头 你说会不会八九 是一边的 对吗 唯一答应的漏洞 就是你这边 其他发言我承认 您说的很好 对吗 还要再说什么 还要说十二号玩家 打我是匪的 他说我是匪的点啊 无非就在于 我那一轮打错了一张六 对吗 那我说一说 我再说一说 那一轮我全部的发言 前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都在输出这张十二号玩家 对吗 前百分之六十到七 在输出这张十二号玩家 最后告诉你二六归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我的心里 狼坑就是二六十二 没有跑 还有三十秒 为什么 因为十二号玩家 在五六当中 在六被前队 所有人垂着稀巴烂的情况下 凭空把六捞出来了 五张牌放了 五六两张牌 不说发言 至少是平行的吧 对吗 六是有怪 五是不是也是凭空去打的六 很尬 所以当时我认为六跟十二 应该成立狼同伴 他对这张二的点 并不是去强打了张二 他的输出点 在于这张银水排四 他只是说二号玩家 我觉得你不太好 但是你经常不太好 这叫打嘛 对吗 所以我当时定死狼 跟二六十二 我加那句话 我不加那句话 怎么多刀啊 我加点手落自己啊 对吗 当时我认为是二六十二的格式 那六翻了其事 那就是五打错了 就是我打错了一招 好吗 本轮出十二号玩家 我也没什么多说的 我昨天晚上 手落自己是平行业 五杀状 好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特别想把这篇九吹 然后给自己干倒 然后就特别的不用投票 真 我只想说 就无论你九十二 这一轮谁是狼 我觉得都牛逼 真的都牛逼 因为所阐述的逻辑 在以他们自己的视角里面 都是完全可以盘得通 让我觉得很恐怖 我上一轮为什么投这个四 因为就像三说的一样 我觉得四 其实是一个伪逻辑 他说我既然自造了 一定选择汉条 那在那个位置 我认为一去当白狼王 去报这个十的时候 也不会去跟你四赏量 那没有必要会 就是没有意义会达成这个共识 说是那你就 已经都报了一个汉条 说我要当预言家的人 然后你再起跳 那不是疯了吗 所以说在我眼里 他的那个理由不成立 且 哎我的妈呀 你俩真的牛逼 就我 脑人子疼 我真的很后悔 当一张平民牌活到现在 我头一次感觉到 这个游戏里的压力 怎么能如此之大 俗咒啊 咱们现在 靠你了是吗 绝对 我对你现在是无条件的信任 我 我 我其实觉得蔡豹子可能更打动我呢 我觉得他有点卖力些 真的 反正听你的吧 听你归票了 我都过了 我过了啊 反正你只能今天在九十二里归来 让人咱也快凉了 我老事喝酒了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不说逻辑了 八号玩家上把投四了是吧 投四就够了 好吗 投四就够了 因为我的发言 你没有听懂 我已经告诉了三和十一 我一定是好人 对吗 你呢 听不懂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投了四就已经很OK了 然后你发言怎么样都没关系 继续投对票 你就很好了 四号玩家 他们都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三号玩家可以认下我 十一号玩家可以认下我 四号玩家非要战边九 都没关系 四号玩家非要把五和十二打成双狼 就不行 九号玩家是非常卖力气 九号玩家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九号玩家就要把五和十二打成双狼 在我这就不行 他打十二 我都可以不理他 他打五十二 对不起 我比你们视角多清晰了一点 所以我劝的是你们 我一点都没有劝我自己 我一点都不怕自己出局 所以我对十一号玩家说 对三号玩家说 你们去投票 从四九里边归 我说我强势战边了十二 因为十二做的是好事 九号玩家把我打成狼 我不能传递出这个信息 我还发什么眼呀 我当然要告诉十一号名好人 我不能投 我战边的是二 我呢 第二个才告诉三 七号玩家不太可能走入女巫 我先往回倒逻辑 七号玩家不可能再闷一瓶毒 所以三号玩家起跳女巫 我就信了 十二号玩家起跳守卫 我就信了 他在一个真女巫面前去打四 九号玩家 你不认为十二号玩家是好意吗 怎么反过来又已经 你难道已经铺好了逻辑 去准备打十二了吗 十二号玩家垂四 你都认为是好的 逻辑不多说了 我觉得三号玩家你能拍胸脯 我就不多说了 好吧 三号玩家是我 来到GSC特别认可的一个 我不会让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来吧 什么 总之啊 我觉得也没有说 哎呀 其实 开始我都想 我说能干出这么孙子的事是谁呢 不刀我 人家老师 后来我想不对 当九收拾那个逻辑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九应该是个狼 嗯 九号玩家选择交拍 不是因为 因为你听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 不是因为 因为 因为你要推的是十二 你要推十二 他如果要正常来讲 他可能先推五 本局游戏 狼人分别为一号 二号 四号 九号 一号玩家为白狼王 女巫为三号 预言家为十号 骑士为六号 守卫为十二号 拼命分别为五号 七号 八号 十一号 本局游戏 守卫第一轮空手 狼人四号选择自刀 被女巫救起 预言家第一轮 验了十一号 为金水牌 第一天白天 一号玩家 白狼王自爆 带走十号预言家 夜晚守卫 十二号自首 狼人刀了七 狼人刀了七号 女巫独掉七号 白天起来 骑士 决斗 十一号 骑士出局 游戏 扛推了二号玩家 狼人 夜晚 守卫 守了三号 狼人刀了三号 白天起来 四号玩家 被扛推出局 夜晚 守卫空手 狼人空刀 白天起来 出现平安夜 最后 剩一个九号玩家 选择交牌 我 一位 双金 会员 你不知道 我没得过 因为我原算 你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不必的 你 那我准备五脑战 我第一晚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打得蛮精彩的 就是不论是 就这场的焦点主要是在9和12两张 就一张汉跳守卫和一张守卫的 在这个位置的发言博弈 就他们在这个位置主要就想 谁的说服性更强 对 包括三号在这个位置蛮 我跟之前说了 三号佐证这个人是从来很少盘子刀的 而且他在那个位置救了死 他在那么大压力情况下 把四推了 我觉得是蛮优秀的 然后在那个位置最后扔下了12 然后出了9 也没出9 他说要出9 然后9选择胶牌 其实我觉得狼人杀这个东西 输赢之后不能因为说输了之后 就觉得说狼人玩的不好 然后好人赢了之后就说好人玩的好 其实我觉得9号菜包子今天 是他的本命日 只能说本命日 他今天打的都蛮精彩的 我觉得他这局真的是敬礼局 因为我觉得他因为我站在他拿一张守卫的角度 他去聊那个心路历程说那一轮为什么不跳 我觉得都是说得通的 我觉得他把这个观点聊的都是真的是非常棒的 然后很多人在说 饮料为什么能要干这张4号自刀狼人牌呢 原因很简单就排坑嘛 因为你们可能在这个位置 他上来直接单打这个4 你们觉得有点怪 就是为什么上来直接干饮水呢 14发言有漏洞让他抓到了 第二点是他排坑把好人牌了 他上来的第一句话就说了11是张好人牌 然后又在那个位置说听完8的发言几句状态觉得好人 然后5号火焰老师的话又扔下了 那坑位没了 那坑位只剩下4和9了 那在这个位置的话 9号又发言这样子 而且9号相当于半地话说 4号是个饮水不可能自刀 你看4上把这样这样把那样 那更坚定了饮料阵子的打法 其实玩狼人杀的时候没有必要 就是我们我跟饮料啊 包括外哥他们自己下也聊了很多 就是在那个位置说 玩狼杀应该怎么玩 很多大部分的人都说 玩狼杀我拿好人找狼 狼人找神 其实我觉得玩狼杀更厉害的就是 去找好人 你把另外4张好人 你把另外7张好人牌扔下 那4张狼人牌也出来了 对吧 你把4张平民牌扔出来 那么4张神也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玩狼杀玩的高的一个境界 其实你那轮 你觉得如果也会到了3 到了3的话 其实我们就说个马后炮吧 如果就出了3 我觉得很有可能12出 就砍了3很有可能12出局 因为 但是你没 因为在9号没发言之前 你觉得 诅咒大大会把那个 警惠给谁啊 诅咒一定 诅咒死的话 警惠一定会飞给5 5还是8 飞11 对 飞11 警惠大概率飞11 要么飞给8 对吧 就81飞 那无可能不飞 但是他死的话 就是我 就是论事 就论个马后炮 我觉得就包括就这轮发言 发下来之后 发言发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狼队如果刀死3的话 胜变大一点 因为刀死3 警惠飞给11 11的起升发言 是不想认12的 8的发言是觉得9 他被9感动了 要去占9 那么场上的话 你要算票行 呃 那想要出9的 那只有5和12 对吧 那想要出 呃12的 有三个人 大概率 也有可能会压手 像11和8的话 可能在听了5的发言 或者是谁的发言之后 会压手 那么好人 两张票 把狼推出去 可能是这样子的 啊 哦对 我们今天还要 新加一个 我们的 大家看到我们 特别帅的左右 日夜思念的 左右 天天小姐姐要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换了一个 呃 天天小姐姐来 和我们一起搭档结束 对吧 其实如果我在场 我一定会懵逼好吗 我我 如果我在场 我最期盼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我是叫好人 我最期盼的事情是什么 狼人求求你刀死我吧 好吗 狼人求求你刀死我吧 你觉得这其实如果 呃 转刀名 不太现实 转刀名一定不现实 因为守卫在场的话 是最大的一个隐患 他随时可能 守出平安眼 嗯 嗯 你应该连续刀了两天 哦 对 还有就是现在的话 我们在外哥的直播间 有一个666的一个礼包的红包抽奖 对吧 大家是刷竹子还是刷推进器 我忘了 电池 嗯 刷电池 对吧 刷电池 好像刷推进器也能抽 对吧 我好像是但凡刷推进器 大概率能抽到这个666 嗯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请扫一下 我们这是在哪边 哇 哦 这边有个二维码 可以扫二维码 进入我们一个 京城大师赛的一个讨论群 只有一 只有一百个名额 大家要抓紧了 我已经扫了一个进去了 对吧 就刚才我 就是利用我的职位的便利 在那个画面还没出来 我就扫进去了 然后大家加油 赶紧扫这个 就在扫天天 天天那个地方 哦对 在我手 放在这个地方 这有个二维码 什么叫做剑十一 幸福了 剑十一别怂 哎呦 兄弟啊 宝哥都怂 宝哥都不敢直言说 我要去干嘛 他都说我去追逐梦想 你说他敢直言说 我去干什么什么什么去吗 他不敢 都怂 男人都怂 跟你说 所以说大宝干嘛去了 所以说 追逐梦想去了 八卦之心 追逐梦想 找周二科去来 不是什么二科 是叫周吗 是吧 坐中间 一会儿我就坐中间好吗 只不过现在不方便换座位 你看这儿还有只小小狗狗 他拦着我 他不舍得我 他说 你别你别什么 什么见色忘义这种 你看我都陪你 一下午了 给你供暖 对吧 让你暖和和的 然后你突然就要把我抛开 然后做不合适 对吧 剑十一让金城的温度上升一度 天天眯个眼 电死他 我真的是太久没直播了 我天天就狗在店里 就是吃鸡 不胃 然后感觉这种 在屏幕前的生活 已经跟我无关了 其实上一盘 我觉得特别精彩 对吧 我主要是我没有宝哥那种 慷慨激昂那种话语 但凡真的 如果宝哥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一定又会说 你们看过这种局吗 这种局是不是又让你们的体温上升了呢 是不是人均又给北京的温度提升一度呢 对吧 其实最热血的应该是 刚刚杨头跟我们讲夜里开放 对 我有个小细节没讲 其实这盘我真的九号输了 但我觉得九号特别强 为什么呢 九号晚上的格式是这样的文明笔画 九号起来就说说 你们全部在锦下 我们全部在锦下 然后呢 你是白狼王 你爆掉预言夹 我带队升推 超牛 真的是夜间这个文明 你说 哎呦 兄弟 什么叫做我就当解说吧 上场也是菜 你不和高配一起玩 你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本领呢 对吧 所以我我还是想复活的好吗 各位各位兄弟姐妹们 在第七轮的复活菜请帮我投一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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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建设二投一票吧 然后最近北京也挺冷的 都感冒了 大家都喝点热水 然后说什么 光看弹幕说 有人说再打几天 北京就穿短袖了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这个好像是1月中旬就打完了 对 然后 Y哥被剑十一片的遍体鳞伤 哎呦 这个东西伤心事就别谈了 Y哥每次来 你知道我每次跟Y哥坐在一起 我第一句问Y哥的话是什么吗 我说Y哥今天你能好好玩吗 然后Y哥 放心放心 好好玩 好好玩 然后呢 曾预言家就 在汉跳预言家跳的时候退水 然后每次发现就是 我觉得剑十一在墨这位归票 我觉得他归的一定是狼 然后安妮 或者就是跟我第一次打淘汰赛的时候 这样子说 哎你看 就跟KS说 KS你看看人家剑十一都敢跳枪出来战鞭 我觉得他比你这种 这种话一说出来 真的 整个人就蛮尬的 那好吧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现场吧 好 我先到你吧 我先到你吧 好 好